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肯发兵 导致刘备迅速破产 刘备不得已单身匹马投奔了袁绍 袁绍亲自引众出城三十里迎接刘备 说明袁绍心里承认自己失去了一次好的战绩 书上都说袁绍优柔寡断 这也是有原因的 袁绍的谋士们都是天才级的大脑 智商肯定都要比袁绍高出多少个百分点 前面我们说过 谋士们做出的决策都是相反的 你东说 他西说 个个都十分有理 你叫袁绍听谁的 不优柔寡断才怪 当袁绍接到刘备的信后 不出兵是正招 第一 这个情报可信吗 你刘备前几天还在和曹操喝酒 今天就叫我打他 万一有诈怎么办 这个怀疑是必须的 直到刘备真的被曹操打败才得到证实 第二 即使是真的 袁绍去打许昌也不一定理想 因为曹操清朝出动后 主力已经游击走了 你怎么和他的主力打消耗战 第三 即使放弃这次机会也不吃亏 因为袁绍是强势方 只要后面的应对不出错漏 还是继续占优 所以袁绍这一次的决策是稳健的 尽管他自己也十分后悔 这一次只是失机 并不失策 失去了一次出其招的机会 但整体策略没有破坏 需要说明的是 当得到一个诱人的信息 而又一信参半时 究竟该怎样做决策比较合适 第一 作为弱势方 应该倾向于宁可信其有策略 比较占优 第二 作为强势方 应该倾向于宁可信其无策略 比较占优 因为弱势方如果没有机会 迟早失败 不如相信这次机会是真的 说不定就伯仲了 而强势方失去了这次机会 还有条件争取下一次机会 那就没有必要过早的孤注一掷 袁绍的谋士田峰说 将军不如做持久之计 外界英雄内修农战 不出三年可以安坐而胜 这是正招 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冲突 牢牢掌握控制权 使已有的领先优势继续维持或发展 这是必胜之道 但袁绍等不及 一定要发兵来打曹操 袁绍想速胜 如果能与曹操的主力火拼 这个选择也是可胜的 只是可胜总是没有必胜好 整体策略虽没有破坏 但质量有所下降 建安五年 袁绍发动战争 先下手为强 向南侵占曹操地盘 已有部分浮动盈利 曹操被动防守 袁绍派炎梁攻打白马 同时派文丑进攻炎金 白马的刘炎守不住了 向曹操求援 曹操不救 不能救 是因为曹操必须要回避大规模的消耗战 才可以继续往下周旋 他却率众去打人少的炎金 人少的分布敌人当然要好打些 这个消息被袁绍侦查到后 马上调兵到严金来 与曹操的主力火拼 但是曹操走到半路的时候 又突然转身 抄小路直扑白马 杀得炎梁措手不及 被关羽一刀斩作两半 借了白马之围 袁绍发现上了当 中了声东击西之计 又派文丑和刘备转过来拦截曹操 曹操当然知道袁绍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就带着白马的人一起逃跑 逃跑是正招 但很倒霉的事发生了 曹操撞上了文丑和刘备的军队 袁绍的优选策略是追踪曹操的主力作战 曹操的优选策略是追踪袁绍的分布作战 总之双方都必须尊崇 以强欺弱 以多欺少 减软的捏 这一原则才有可能获胜 但是曹操绝对不能提供一次机会给袁绍 否则曹操就完蛋了 现在当曹操撞上了文丑和刘备的时候 基本上就可以说曹操已经到了完蛋的边缘 如果双方打一场硬仗 互相火拼消耗 曹操即使获胜也是亏大了 因为他的本钱小鞋经不起折腾 曹操集中生智 也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他把白马运来的物资全部丢在路上 文丑和刘备一看都来捡宝贝 这个时候曹操一声令下 杀声四起 打得援军大败 文丑又被关羽斩了 刘备是个兔子精 掉头就飞跑了 这是袁曹初战回合的较量 在这一回合中 曹操虽有两生 但仍然还不能战胜袁绍 袁绍有一次机会与曹操消耗 但中了幼兵之际 没换到人 被曹操白杀了 袁绍掠了些曹操的地 曹操杀了些袁绍的人 各有小的输赢 胜负尚未分晓 整体实力上 还是袁绍保持领先优势 那么 往下演变的过程依然是 袁绍继续追踪打击曹操的主力部队 曹操继续追踪打击袁绍的分布兵力 谁被对手揪住了机会 谁就会吃亏